一起来掌握几个东南亚最新动态 首先是泰国央行 宫庆国王72岁胜寿 发行纪念钞 金色纸钞是历史图案 面额100泰铢 全国限量发行1000万张 而财政部财库厅则是发行了五款纪念币 其中黄金币面值是2万泰铢 售价则是5万泰铢 另外今年全球体育两大盛事 足球欧洲杯还有巴黎奥运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提振影像跟音响市场 加上政府发放的1万泰铢数字钱包 是禁止购买电器的 所以相关企业还在寻找刺激年终销售的策略 而巴黎奥运呢 现在巴黎旅游局是预估 在奥运期间 巴黎将迎来1130万名游客 只不过呢 其中只有150万人会来自海外 而同时巴黎饭店住房率80%左右 是远低于2012年伦敦奥运的90% 更不用说2016里约奥运有94%了 焦点回到亚洲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市表示 针对领土争议 菲律宾不可能让步 同时小马克市宣布 禁止在菲律宾设立针对海外赌客 包括中国大陆民众在内的赌博业务 而新加坡呢 新加坡总理黄旬才表示 现今保护主义抬头 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 正挑战多边贸易体系 新加坡必须与世界连结 让国家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维持地位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